一年一度的仁爱乡运动会 今日在埔里综合球场举办开幕的仪式 县医院林芳语、石庆龙以及廖文贤也到场参加开幕仪式 并且也祝福参加乡运的乡亲都能够取得好成绩 即使原乡不管是歌舞也好 还是传统的记忆都表现出我们利与美 不同的文化 土里镇也是一个多种族融合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好成绩 祝福我们一百一年了 原来像的乡运大会成功顺利圆满 也要祝福所有的参赛乡亲 所有的长官贵宾 大家升轻尽量 县医院廖文贤表示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乡运没有扩大来办理 但是对于民众喜爱的球类比赛也都来办理 并且在开幕也安排传统舞蹈的表演 展现原乡的朝气 我想因为疫情关系 仁爱乡公首代表会 除了疫情的原因没有扩大的体型 但是还是选择我们仁爱乡最热烈 最喜欢的我们年轻人 最爱的这个篮球类比赛 篮球 乒乓球 还有排球来举行 尤其是在开幕典礼的时候 也注入了我们原住民的歌舞的表演 表示我们仁爱乡未来会新兴效果 副医长潘一辰肯定仁爱乡公所办理乡运 鼓励民众运动的用心 也祝福仁爱乡运在大家有共识的防疫之下 能够顺利圆满成功 记者崇尔一 普理采访报道